今早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华能国际电力902 简选原因是电力板块具有中特股的特质 而下季用电高峰章置 发展AI需要提升算力等因素 持续支持用电的需求 而贵价近月有所回落 加上电力改革政策利好新能源业务发展 电力股持续可以提高一线 股份可以留意华能国电902 华能国电煤基发电占比高 中国进口和国产煤量上升 较充足的供给 令煤价至去年第四季高位跌了接近四成 华能的成本端改善空间较大 策略上华能国电的股价 由去年11月起反复向上 昨日收报5.03元 有福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第一站目标先看前高位5.16元 突破5.17元 突破是看5.17元 未有货的投资者可以抛4.17元 附近买入 回吐就适宜守在4.3元的水平 即是跌穿4.3元就适宜自洩